接下来来到10号位 郑侃 不同意郑侃当选健保师的成员请举手 都得反对啊 高票否决 高票否决 你这个裁判有偏向心 我不当 谁不想当 不能让baby当我跟你说啊 和路哈斯是那什么的 baby有可能是老大 是W的 现在又轮到了1号位baby 不同意baby当选健保师的成员请举手 3 2 1 不同意 我不当 谁也不想当 我不同意 我觉得他疑点太大 3票否决无效 好 漂亮 姐姐 顺顺 baby当选健保师 请挑选你的健保助理 不是 那不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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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坤是好人 我呢 我呢 我现在95% 相信你是好人 这样几率已经很高了吧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有点担心 我有点担心 Oh my god 太难了 太难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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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三个都是宴品 你有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我那个刚撒假的 这边又撒假的 我进去三个都是宴品 是吧 肯定 三个都是宴品 说谎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太难了 我都蒙了一进去 三个都是假的 但是不知道 刚才杀一哥选的 里面有没有真的 还找我投上来了 没有他 这怎么还找我投上来了 找我投上来了 这糊涂了 我觉得杀一是好人 他们杀一是一伙啊 因为如果他是好人 他不会撒谎 他在电话里听到 他是坏人 他就会说他是坏人 如果他是坏人 他更没有必要 只认自己的同伙 是个坏人 他一定说 自己的同伙 是个好人 他肯定是坏人 然后想拉一个好人 做坏人呢 对 这三个逻辑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现在 baby可以淘汰任一名成员 如果这里baby淘汰的成员 是W的话 那么好人 直接获胜 心理战呢 虽然是心理战 太烧脑了 你只要赶紧找到谁是W 然后赶紧把他淘汰 我们就直接赢了 对 太关键了 那肯定淘汰嫌疑最大的呀 而且四个坏人里面 我们只能淘汰W才行 我认为的坏人 就是郑凯 杀意 好哥 好爱人 我觉得杀意是好人 我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坏人才爱思考 三个都是赢品 说谎 那我投凯歌吧